大家好,这节课呢,给大家讲一下如何去录制这个配音啊 比如说你可能拍一个宣传片之类的 或者是你一个微电影 你需要后期去配个这个独白 这个是如何去做的 当然你想后期去配这个对白 也是同样的方法啊 道理都是一样的 首先呢 首先呢,大家可以先加一下我这个微信啊 早就加我这个微信R维码 然后呢,我可以把大家拉入我们这个交流群里边 这是我微信R维码 拉入这个交流群之后呢 大家也方便大家去交流 是吧 那好,那我先把它关掉 你首先呢,你要往这个 比如说你拍好一个视频 你要想给它录制这个对白呢 那你首先要把这个视频给它拖进来 怎么拖呢,其实很简单 点一下这个 找到你这个视频,然后直接给它拖进来 直接给它拖进来就行 大家看到了吧 这个上边 这个就是视频 你可以在这个左下角可以看到 这个是你视频原来的声音啊 你可以把它给删除掉,点中按Delete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给这个 去配音 配音我刚才就是跟录歌曲它是差不多少的 不是差不多是一样的 就是说你点中这个R 然后再点中这个录制键 录好之后呢,你再点击这个停止就可以了 但是我这个录屏我没法给大家录 一录的话就有这个各种回声啊 所以我就提前给大家录好了 就是简单的录了一小段 然后这个下边呢,放了一个背景音乐 看着可能更煽情一点啊 那这个看大家需要 我们把这个 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啊 我把这两个 第一个是我录制的对白 下面这个是背景音乐 简单的大家先听一下啊 这个人声有点小 你可以往上提一下 这上几课都给大家讲过的啊 往上提一下 这个音乐上你觉得大的 你可以往下拉一下 看到中间这条横线可以往下拉一下 这样就可以 那再看一下 当然你 你你也不一定非要把这个视频给拖入起来啊 你直接就是用其他的播放器点点点点中之后 然后再打开这个软件跟着这个视频去录这个 呃 配音也可以 录这些对白也可以啊 但是如果你要是呃 录这个对白或者后期处理对白的话 那就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给他导入起来 再听一下 那你他16岁 第一次喜欢上一个男生 啊 那我们还要再把这个声音压小一点 啊 颁奏的声音啊 就这个音乐的声音 他不算很高 思思文文的 但很喜欢提出球 那年他16岁 第一次喜欢上一个男生 他不算很高 看到吧 这样就是 因为我这个我也没有这个合适的这个视频啊 我也没有去网上下 啊 这个视频和这个配音和音乐是比较 就违和感比较强的啊 可能看着有点别扭 我们把这个 还是把这个关掉吧 就单独只听这个声音 可能我觉得还更好的一些啊 那画面不太好 大家如果有合适的画面自己就试一下 那年他16岁 第一次喜欢上一个男生 他不算很高 思思文文的 啊 如果大家想给这个 如果你是录这个 啊 配音对白这种呢 他声音可能 相对更方便一些 尤其是这个 嗯 这个这个就是独白啊 嗯 给宣传片做个化为音之类的 这个声音可能相对来说 呃 更方便一些 那么直接就可以在这边 大家看到了吗 就是直接在多轨这个界面 左边 左边这有一个 呃 你就可以加一个效果啊 加这些 当然有 虽然说他这个和波形界面的效果是差不多 多少 但有一些你是加不了的 不是所有的效果都可以加的 知道吧 啊 但是你可以这样 这边有个预设看到了 你点一下 哎 他就会出来各种这个声音 比如说我们选一个这个 嗯 电台播音员的声音啊 点一下 然后看了吗 他就自动给你匹配了几个效果 就是通过这几个效果 就产生了一个电台播音员的声音 我们再听听这个效果是什么样 那年他16岁 第一次喜欢上一个男生 他不算很高 我们可以把这个音量再稍微调低一点啊 可以 你可以边听的时候 边调整这个 呃 音的音量的大小 会更好一些 那年他16岁 第一次喜欢上一个男生 他不算很高 思思文文的 但很喜欢踢足球 那年他16岁 第一次喜欢上一个男生 他不算很高 思思文文的 但很喜欢踢足球 他16岁 第一次喜欢上一个男生 他不算很高 啊 这样 就很方便 是吧 录制是这种 那录好了之后呢 所有的录音录好之后 最后有一步 你需要给他导出来 那很容易 就是点 啊 鼠标右键 然后 点这个 有一个有个 有个导处混缩 有个整个绘画 点击一下 哎 这边就主要这个位置 你选择一个你保存的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点确定 然后就到那个位置去找 啊 你导出的这个声音就行了 这个就是 呃 配音呐 独白呀 化为音呐 就类似于这种的 嗯 都是大通小异的方法 当然还有这个预设 这里边有很多其他的 各种各样的 这种效果啊 大家都可以 都可以试一下 嗯 可以试一下 还有什么打电话 等等的吧 嗯 大家都可以 挨一个试一下 啊 那这一节课呢 就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啊 这边 微信二维码 别忘了扫一下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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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